现如今,每个男人他们在结完婚之后都摸不透一个女人的心思 所以自然而然就会给夫妻两个人带来一定的麻烦 可相反,男人他们也让女人总摸不透 因为很多男人他们总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所以男人的心思也让女人一辈子猜不透 那么现在小编就来告诉那些女人们 在结完婚之后,千万不要踏进男人的死穴 否则就会影响你们夫妻二人之间的感情生活 一,不要抓住男人的一次错误就不放手 我们都知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即使再优秀的人,他也有一定存在的缺点 所以,女人在和男人过日子的同时 千万不要一直揪着对方的过错,不肯放下 这样不仅会让男人对你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冷淡 同时还会影响你们夫妻二人之间的正常生活 所以女人在看待事物的时候,一定要懂得宽容、大度 都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宽容的女人是最可爱的 所以只要女人看待事情不同 那么就能够牢牢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同时,男人也会一辈子对你好 二,不要试图去改变男人 我们都知道,当两个人成为法律上的夫妻的时候 他们总是看不惯对方的所作所为 不管男人怎么做,都得不到女人的喜欢 所以久而久之,夫妻两个人也总是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就和对方发生争吵 而女人她们总是在心理上得不到满足 经常会变着方法的去试图改变男人 想让这个男人成为自己心中理想性 可是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方法 所以在此小编想劝告那些结过婚的女人 要想你的一辈子都活得很幸福 就一定不要试图改变男人 这样不仅会让男人离你越来越远 同时还会影响下一段的感情 三,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男人 我们都知道,当一个女人在结完婚之后 她们就像是一个怨妇一样 整天只知道抱怨 却从来不去通过自己的双手双脚努力奋斗 每当男人因为工作的原因疏忽了她 她就会在男人的面前唠叨不停 而且每当女人心情不好 或者是在婚姻当中受到任何委屈的时候 她就会把这些心里话全部都告诉男人 可是像这种女人 她根本就不知道 男人最厌烦的就是女人啰里啰嗦 而且男人每天要上班 晚上回到家身体特别的疲惫 这个时候她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躺下休息 所以女人在婚后千万不要触犯男人的死穴 否则就会让男人对你的态度有所转变 同时还会降低你在男人心目当中重要的地位 四不要经常去试探男人 我们都知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知人知面不知心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千万不要过分的依赖任何人 否则到最后你就会受到伤害 而女人一旦在结完婚之后 她们总是缺乏安全感 于是她们就会想着方法去试探自己的男人 当一个女人做出这样行为的时候 就说明她根本就不相信自己的男人 同时她也很不看好这段婚姻 所以这个时候男人就会在心里面觉得 当初娶了这种女人真的是自己巴被子倒了没 所以现如今她内心非常的后悔 而且很多女人她们还经常会以分手去威胁男人 像这种错法全部都是错误的 如果当一个男人真心爱你的时候 听到你所说的这句话 那么就会让她内心很伤心 如果到最后她真的选择和你分手 那么你一定会感觉到后悔的 既然相爱就一定要互相珍惜 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小任性 从而上失了一段原本属于你的幸福生活